这些有误会真的要解释清楚 在嘉义有一名男子因为妻子深夜未归 又听到儿子说妈妈正在跟男朋友约会 气得开小货车去追所谓的外遇的对象 双方不但高速追逐了十公里还互相砸车 不过事后才发现原来是久有起后所造成的互误会一场 只是两个人当时都酒驾了 双双被以公共危险罪给移送法办 看看这两辆车 车身多处擦横挡风玻璃均裂 车窗玻璃也毁了 就知道当时这两名车主砸车的时候有多用力 而且居然都是酒驾开车 原来张姓男子在家喝酒 太太深夜都还没回家 当儿子打电话给妈妈时 旁边的朋友起后说再交男朋友了 儿子转述给父亲听 张姓男子一听火气全上来 开着货车去找太太的友人算账 当时何姓男子也顾不得自己喝酒了 开着车马上落跑 才会在路上互相追逐 互拿球棒砸对方的车子 当火爆在那个迷雄乡 宋山村一带产列道路 有民众开车追逐及互相砸车的情势 张姓男子酒醒之后才知道这误会大了 但两个人都被依公共危险罪来移送法办 后悔也来不及 不及